港股上半年的走勢 影真麻麻 美股升得那麼漂亮 港股一點都跟不到 A股那麼弱 港股就跟到足 聯儲局收水已成定局 股民下半年可以怎樣部署呢 聯儲局收水令到債息上升 收息股的回報會顯得沒有那麼吸引 以領匯為例 08年12月 聯儲局進行量化寬鬆至今 股價已經升了一倍多 那麼聯儲局收水 領匯股價會不會插水呢 Lux Asset Management 董事總經理陸東就說 在美國缺乏通脹的情況之下 債息不會急升 收息股下半年還算安全 但表現就會比較波動 如果投資者現在以為債息會 由1.7L到2.1L再上2.5L 再上3L 是持續地上升 其實是你的想法 因為沒有通脹 除了債息不會急升之外 陸東亦都認為香港的上市公司 盈利很靠內地 內地經濟增長放緩 上市公司尤其是增長型的股份 盈利很難大升 相較之下 收息股抗跌能力仍然是比較強 仍然吸引到資金 除了收息股之外 陸東亦都看好內房板塊 中國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 很明顯 它不是要樓下跌 它是要限制過度借貸 是這個資金屬性 同一時間它增加土地供應 希望那個供求平衡 那不代表樓價會跌 所以去年地產股表現也很好 它是買不到樓的 它不是買不到樓 不過它是用盡一切方法 不讓人去炒賣 房地產是推動內地經濟的 其中一個重要動力 內地政府不會隨便大幅干預 不過內銀股就未必那麼好景 始終08、09年那4萬億的舊市 的後遺症現在慢慢浮出 那些non-performing loans開始升 那個銀行雖然你看牌面 四利息五、六PB好像很便宜 不是 你小心點 這個世界有兩樣東西 Value Stock和Value Trap 兩樣都是很便宜的股票 但Value Trap就是一輩子都便宜 綠東認為下半年樓市很難再這樣升上去 但本地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長動力 很靠樓市 再加上本地銀行的盈利 亦都會受到樓市所影響 在這些負面因素之下 恆指下半年很難突破24000點這些水平